怎么样 开幕式结束了 比赛也开始了 预祝索契冬奥会能够圆满成功 也预祝中国队能取得好的成绩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2月6号的早上 武汉天门市有一辆客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 撞到了路边白杨树发生了侧翻 而路边的监控记录下了当时的现场 画面中一辆客车迅速驶过来 随机在空中翻了个身 撞上路边的电动门后停下 当时雨下的很大 不少乘客被甩到车外 文讯赶来的群众和消防人员迅速救出伤者 经调查 该车何载35人 十载26人 三人当场死亡 23人送医院医治和留院观察 两人在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 初步分析 天门车祸事故原因为雨天落滑 车速过快 具体原因正进一步调查中